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看今天这个正式呢 就知道我们又出来片吃片喝了 今天我所带的相机呢 是松下的GX85 这台相机之前在我的节目出现过很多次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台相机的 不光是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巧 像这样日常的拍摄任务呢 就可以不用带很多东西 你随身携带的器材就非常的轻便 其次这台相机的操控性也非常的不错 因为本来松下的相机 它的系统反应都比较快 可以让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畅 那么搭配今天GX85所使用的镜头 是松下的12到35毫米F2.8 那F2.8呢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光圈 所以像这个店家的环境 它的室内还是比较昏暗的 大光圈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进光量 不过呢 因为GX85它毕竟是个M43画幅的相机 所以可以看到ISO在6400以上的时候 它的噪点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看这些照片的人呢 基本上不会百分之百放大 在缩图上传到公众号以后呢 看起来质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呢 这颗镜头也提供了一个相当于全画幅 24到70毫米的焦段 在广角端可以给你一个比较不错的视野 像拍摄这种店家室内的环境就非常的方便 环境拍完以后呢 我们当然开始拍摄菜品了 那么自然我们就还是拿出闪光灯来拍摄 但是很不幸呢 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 我出门的时候竟然忘带了银闪器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无线电进行银闪 不过呢 不幸中的万幸是送下GX85这台相机呢 它是内置了一个闪光灯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内置的闪光灯来进行光银闪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闪光灯呢 是永诺的565EX 之所以没有用神牛呢 是因为我的神牛闪光灯被别人借走了 然后就把它的永诺565拿给我 虽然这个闪光灯呢 已经比较老了 但是呢 它仍然是具有光银闪从属功能 所以我们只要把GX85的内置闪光灯弹起 在拍摄的时候 这个内置闪光灯所发出的光线 就可以把开启了光银闪从属模式的565EX银闪 不过这边你可以看到 虽然GX85的内置闪光灯发出了闪光 但是565EX却没有被银闪 是因为光银闪的原理呢 是闪光灯的灯体前面的感光森色 必须能够看到其他的相机所发出的闪光 所以第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我把这个闪光灯的灯体给转了一个方向 避免它的感应器被手遮挡住 同时呢 我在调整GX85的闪光灯的方向 因为我们一开始向左旋转垂直进行拍摄的时候 闪光灯它是在画面的左侧 那么这时候565EX就不太容易看到这个闪光 那么当我把GX85向右旋转 并且把内置的闪光灯向上抬起 这样它的闪光方向就是朝向565EX 这样它就可以顺利的看到这个闪光 我们就可以进行光银闪拍摄了 可以看到GX85这个屏幕呢 是一个触摸屏 那么不光是你在选择对焦点的时候呢 只要轻轻的一点就可以 在回放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放大 使用手指触摸滚动来查看对焦点 以及清晰程度 所以整个的拍摄过程是非常的轻松和流畅的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12-35这颗镜头呢 它的长焦端可以达到等效全画幅70毫米 在拍摄一些菜品的细节的时候 画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透视变形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规整 而且这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也比较近 所以可以更加的接近食物 在拍摄一些特写的画面 就可以更好的表现出食物的纹理 所以这样的一个焦段呢 是非常适合这样日常出去拍摄的 再说回闪光灯啊 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在闪光灯的前面打了一个白色的伞 这个伞呢 其实在我之前的节目也出现过 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伞呢就是一般的淘宝 能够买到的白色的雨伞 价格呢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 我买的是批发价 七块钱 我买了十个 因为呢这个伞虽然的便宜 但是质量也是比较一般的 我之前也买过一个 用了没多久呢就有点坏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柔光伞还是一个消耗品 都买几个的话有备无患 如果你之后有多个闪光灯曝光的需求 那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获得多个面积比较大的光源 在B站上啊 经常会有同学问我 这个柔光伞跟柔光箱有什么区别 我这边就稍微讲一下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这两个东西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柔化光线 通过阻挡像闪光灯这样的点光源 照射到面积比较大的一块半透明的白布上 就可以转换一个点光源到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光源 在这种情况下被照射的对象 它的光源方向是从几个方向来的 所以它就不会产生一个边缘非常硬的阴影 那我们获得的画面的效果就会比较柔和 但是呢 柔光箱和柔光伞呢 我认为还是有三个比较主要的区别 第一个就是便携性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用过伞 对吧 柔光伞呢也就跟一般的雨伞是一样的 你只要撑开就可以用了 而相比之下呢 柔光箱如果你用过的话就知道 它是一个封闭式的 你要想使用的话 还要先进行组装 把箱子撑起来呀 扎伞骨啊 贴上这个柔光布啊 展开的速度呢 肯定就没有柔光伞快 假如说你拍摄的一个场景变化比较快 比如说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 你想要快速的展开 快速的收叠 在这种情况下 柔光伞用起来肯定是最快最方便的 但是呢 它在方便的同时呢 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 柔光伞的画质呢 是没有柔光相好的 那因为虽然说柔光伞可以柔化光线 但是呢 闪光灯在打到柔光伞上面以后呢 有一半的光线会透过这个柔光伞 形成一个非常柔化的光源 而另一半的光线呢 就会被柔光伞反射回去 那这样的话 你的光线的能量就会损失一半 虽然说在一般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把闪光灯出力在高一档就可以了 但是在某些极限的情况下 比如说闪光灯的出力已经达到最大 或者是你需要进行连拍的闪光 当前的闪光灯的毁电速度跟不上出力 那这时候损失的一半的光线呢 就非常的严重 当然你也可以再多加一个闪光灯 或者是用功率更大的闪光灯 但是它的重量和便携性呢 都上去了 用起来肯定就没有现在这么轻便 但是如果你用过柔光箱的话 应该都知道它是全封闭的 在封闭的那一部分呢 被涂上了一层银色的反光层 那么这样被柔光布反射出来的光线呢 又会被反射回来 所以在使用柔光箱的情况下呢 闪光灯的能量的流失没有那么严重 你就可以以更低的能量获得更亮的光线 那么第三点是跟发射出来的光线的质量为关系 因为柔光箱呢 一般都是蒙上了一层柔光布 这块布呢 不像柔光伞一样 它是比较平整 没有什么痕迹的 所以发射出来的光线比较纯粹一些 相反如果使用柔光伞的话 因为它需要有伞骨来支撑这个伞面 所以这样发射出来的光线呢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伞骨的痕迹 如果你再拍摄一些比较镜面反射的物体 比如说玻璃杯啊 或者是不锈钢的器皿 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这个表面把柔光伞全部反射出来了 菜品的纹理上既然有柔光伞 那这样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 还有第四点比较小的区别就是 我刚才说过 因为柔光伞它是开放式的 有一部分的光线呢 是会被反射回去的 这些反射出来的光线呢 会逃逸到空间当中 如果你是在一个光线环境比较差的室内 比如说这个房间比较小 逃逸出去的光线呢 就会被反射回来影响画面 甚至有可能这些墙面是有颜色的 反射回来的光线呢 就会携带这些颜色影响拍摄 如果是使用柔光箱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所有的光线都被封起来了 所以呢 到底是使用柔光箱还是柔光伞 就是看各位的需求了 如果被拍摄的对象呢 没有特别的镜面反射 闪光灯的能量也够 拍摄的环境也比较不错 那我肯定会选择 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柔光伞 那在一些对画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 或者我想更好的控制光线的方向 我就会倾向于选择柔光箱 我后面会有几期专业的菜品拍摄的节目 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我是全部使用柔光箱来进行拍摄的 我之前一些拍菜的节目呢 在弹幕里有看到 有些小伙伴呢 在说拍摄酒水的时候 可以通过逆光来拍摄呀 你们的想法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呢 缺乏一些比较实际的经验 酒水饮料呢 分很多种 那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呢 就是它是不是比较透明 比如说是一些酒类啊 或者是饮料啊 它的内容物啊 其实是半透明的 光线比较容易穿过 所以在拍摄这些材质的饮料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通过逆光来进行拍摄 但是其他一些 比如说奶茶呀 果汁啊 这些 它的内容物比较浓稠 比较的厚 光线非常难从中间穿过 所以我们像现在只有一个灯的情况下 使用逆光来拍摄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只能是饮料 一坨黑 所以在拍摄这种 不是非常透明的材料的时候 我们还是尽量的像一般的菜品一样 使用测光拍摄比较方便 之前的这些拍摄画面呢 我都是纵向的进行构图 因为呢 一般我们拍摄的照片呢 都是放在公众号上 绝大部分人都是使用手机来浏览公众号 那么在使用手机浏览的时候呢 都是纵向进行浏览 所以纵向的照片呢 它在手机上的面积就比较大 那么菜品呢 就会表现得更加的细致 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需要横向的进行拍摄 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横向的拿GX85的时候 闪光灯这时候的方向呢 只能是朝前或是朝上 那旁边的5651X就会看不到这个闪光 自然就没有办法被引闪 不过呢 我用了一个非常小的技巧 你可以看到我拿了一张白色的餐巾纸 通过把这个餐巾纸呢挡在闪光灯前面 就可以更改GX85所发出的闪光灯的方向 把它引向565EX这边 虽然这样被反射出来的光线能量比较弱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仍然足够引闪外置的闪光灯 任何可以反光的东西都可以这么来用 比如说名片呀纸板呀 甚至把你的手挡在前面都可以进行反光 反正只要找一个方法 把闪光灯引向外置闪光灯的位置 让它能够看得见 我们就可以完成光影闪 不过因为我们是使用内置闪光灯光影闪 在这种情况下呢 GX85是没有办法连拍的 所以像这种有连拍需求的情况下 我都是不断的重复的按快门 重新的对焦单次的拍摄 所以它的连拍的速度 肯定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 引闪器连拍的速度快 而且因为又是使用 内置闪光灯进行引闪 它其实本身也需要充电和回电的 像这样长时间的连续的拍摄呢 内置闪光灯的回电时间有可能会跟不上 那么在多次的连拍以后呢 就会出现卡壳的现象 所以啊这个教训就是出门不要忘带引闪器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每次拍摄出来这个照片呢 刚开始的颜色呢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这些实物看起来没有那么特别的诱人 是因为我在每一张拍摄出来的照片之前放上了圆图 这个圆图的颜色比较差 并不是因为GX85的问题 其实我拍摄这些照片呢 都是使用JPEG加RAW 当我把这些照片全部导入到 Adobe Lightroom里面以后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经过Lightroom处理以后的RAW 跟由GX85直接生成的JPEG 颜色差别是非常大的 不是非常清楚 为什么Lightroom这么不照顾松下的RAW 甚至在Lightroom右侧最下方的相机配置文件里面 没有任何针对松下相机的设置 不像索尼加能尼康或者富士 他们有相对应厂商相机所提供的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如果你使用Lightroom来处理松下的RAW 会有点坑 不过还好 因为我们后期可以通过提升饱和度 提升清晰度 可以还原到接近于GX85 它原来直出的水平 就是肯定后期会比较麻烦一些 这边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的拍摄位置交换了一下 但是565EX本身没有转过来 所以它的感光芯片是背向我们的 这时候就看不到我们的闪光灯了 当然我们重新调整一下方线就可以了 你别翻了 你翻掉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565EX它不是一个360度的旋转 如果转不过去的话 不要使劲的掰 这样会损坏闪光灯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吧 真是因祸夺福啊 因为忘带了银闪器 可以给大家出这么一期节目 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 如何使用光银闪 所以其实呢 虽然相机上这个内置的闪光灯 出力不是很大 光线的方向呢 又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有这么一个闪光灯呢 还是可以救一下急的 如果我今天带的是GX8这种 不带内置闪光灯的机器 我就只能哭着跑回家 拿银闪器了 好的 阿布拉基手册制作实拍 布下BB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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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